那我发觉原来老佛教徒还比较难搞 因为我那时候刚出家我也不懂很多 但是我只是一个观念很简单 这个简单的观念 反正就是接到电话就有缘 虽然我要睡觉了 但是这样不睡觉也是一个苦行 所以我后来就养成一个习惯 我不睡无觉了 而且我师父也不睡 他不睡我也不能睡 我师父说一天睡一遍脑筋才清楚 所以不睡午觉不喝咖啡 不喝茶 不知道人生要干嘛 我师父说没有欲望才有愿望 没有嗜好才有 你才能够展现慈悲 慈悲是不能有一点点自私 所以我师父又给我交代一句话 还没有出家前 你要出家 确定要出家 一毛钱都不能带来 我说师父没钱成功出家 人家说要问我多少钱 我跑了很多寺庙问我多少钱的呢 我师父说不行 因为你不要带钱 你来出家 你才会感恩啊 每天吃饭都是众生都是你的爸爸妈妈 给你房子住给你衣服穿 所以我刚出家的我没有衣服 因为师父待会不要带钱 我哪有衣服了 所以我师父就给我一件长衫 那时候是热天 他居然给我冬天的 他可能考试吧 还是他认为那一件料子比较好 热的药面穿了一件冬天的长衫 里面没有 我们里面还有个中卦 那时候我没有 没有 那就是我出家了 但是我师父就跟我讲 他说这样好修行 那我说师父衣服怎么办 人家还带我去做衣服呢 做一做以后 原来带我去又不是要付钱 我以为说 我也认为很便宜 我们在家的衣服很贵 这出家人一定是台币几百块而已 哪里知道做完一问八千块台币 我差点昏倒 我问怎么那么贵 师父你做整套的啊 里面 这个里面还有袜子八千多块 我那时候第一次觉得我骗人 没钱 没钱 眼睛瞪着大大的 我就跟那个老板说 老板 谢谢谢谢 先不要做 那个型号放着 将来我有钱了再拿过来 还看你没钱 第一次被人家骂你没钱了 这样 因为我已经有钱习惯了 人家说我没钱很丢脸 但是我觉得这个 原来出家就是这样 我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没钱也可以过得很快乐 没有老婆更快乐 没有儿子放下更快乐 我那时候最难被放下的是我太太 两个都不放下 所以我是逃离太太 所以从台北最北边跑到台湾最南边 看能不能不要找到我 而且各位下回你要出家要学我 我就把我的手机交给我太太 那你就不用打给我了 打给你自己吧 如果你还拿着手机出来 你还想联络 里面还有一大堆资料 一大堆朋友 那代表你不想出家 出家连名字都没有了 知道吗 人家不认识我了 就换了一个新的名字 就像红衣大师 走到一个地方就换一个新的名字 因为他不要人家认识他 因为他要好好的禅修 跟大家在一起洗碗 出坡 他觉得这样很清静 很自在 如果人家都认识他 就很麻烦了 所以我想各位要 修行最主要是一个最大的快乐 各位为什么来这边会觉得很清静 这不是我家 看不到劳工 看不到你执着 爱的或恨的 所以你心里就平静一点 看的是佛像 禅堂 法师 这叫什么 你叫找到自己 所以我第一次跟出家人 仔细地看他我就掉眼泪 我仔细看的时候 我掉眼泪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 那个出家人 那个皮肤 像比女人还漂亮 我第一次感觉到说 男人的皮肤是粉红色的 就是我第一次仔细看那一位出家人 他是一个博士 他在来台湾读博士 我在那边坐 因为我对佛法不懂 那一位出家人手上拿了一图水桶 要去干嘛 洗衣服 皮肤粉红色的 洗衣服 脸看起来很安详 我仔细看 多快乐 我是提了公事包要去发财 提了衣服要去洗 多自载 然后他再给我一本书 书一打开 就是这句话 这是我的姻缘到了 就看到那句话 念一下出家 就是出离自私的感情 金钱欲望的占有 难舍能舍 难忍能忍 成为世界的自由人 各位要不要自由 要不要自由 赶快放下 难就难在这个了 出家不错 出家不错 所以有一个妈妈来找我 师父我要出家 很好 但是我儿子还没同意 你要等谁同意 原来还要你儿子同意 还有一个女生来找我 师父 你叫我老公出家吧 你叫我出家 我说好好好 那我说好吧 既然你要让他出家 先办离婚 不行 他先出家 我才办离婚 万一离婚办了 还找别人怎么办 我说你哪有让他出家 你到现在还在管他呢 这一条狗 所以我跟各位女生说 你结婚了 千万不要把你老公当狗 我要把你拴得紧紧的 请跟我来 你要听我的 钱我管 那你干嘛那么苦 这个就是你苦的原因 苦就是你放不下 就像我在这边讲课 讲了老半天 讲完了以后 都把各位的问题讲过了 不要执着儿子 不要执着先生太太 不要执着今天 一下课以后 等我 师父我要问你 我儿子 我不是讲完了吗 我刚刚不是讲完了吗 他在我儿子 讲了两个钟头 原来你在我儿子 我儿子 你根本没听我讲 各位这一点要注意 听法为什么有功德 是因为你专心的放下 仔细的听 那个时候你得到功德 为什么 全然放下 把佛陀的想法赚进去 禅修一样 打坐 放下一切 属呼吸 对不对 参化头 念佛是谁 父母未生活是谁 我们是这样修的 一句话修老半天 刚我刚开始打坐的时候 我师父给我的题目是 官修无常 我到了会 官修无常 变化无常 我都会 我师父说 这个还不算 你儿子怎么死的 好好关 我说师父我看不下去 这个不行的 我看不下去 我儿子怎么死 这怎么看 他说你要看 他就摆一包卫生 摆摆 师父卫生纸要干嘛 我没感冒 你好好看 你就知道 我就会看我儿子怎么死 这真的看不下去 看了就会哭 知道吧 我师父说各种你要 然后我就开始拿卫生纸 我知道意思 当然我师父说 不会哭你才谈出家 哭是个脆弱 你以后要哭可以 给你一只猫死了 你会哭那可以 现在你是为你儿子哭 那还是世间的 掉眼泪那没有用 那是你要看清楚 不然你出家 对你帮助不大 因为我们出家人 总有一些放不下的地方 我想不是出家人 每个人都有 对不对 那这个放不下 就是执着 那个东西是实在的 有个爱 有个恨 有个甜 有个名 这个东西 你觉得它是万法 有一个东西是死有的 你就是没有空 所以禅修很重要 各位要把握时间 你现在执着什么 当然一开始禅修 先念佛 那先平静 先忏悔 当然你要修禅定 一定要修福报 要忏悔 要持戒 要正知正见 如果没有这个 你随便修 等一下会跳起来 变魔鬼 然后你说我开悟了 我是神 你就大妄语了 因为你乱修 魔会负你 所以你要打坐 你还是要有个 正知正见做基础 再加上一个 如果我们是汉传佛教 加一个慈悲心 以正知正见 慈悲心 再来呢 多忏悔 多礼佛忏悔 拜八十八佛忏悔 多修福报 共登 共花 共香 多修福报 这些福报 具足了 那你来禅定就好 那大圣的 这戒是什么 再念试 来 布施 持戒 忍入 精进 先把这个做好 布施 那可以让你增加 世间的福报 而且布施的意义 要消除那种 对金钱欲望的执着 因为这个执着 比如说我打坐是为了出名 你会琢磨的 我打坐是为了人家供养 那你也会琢磨的 所以布施 你要知道你要放掉什么 你要放掉什么 所以南传有一位阿姜查村舍说 禅修不是得到什么 是舍掉一切 我就很喜欢这句话 为了这个 我跑到泰国去 跟他们修了很久 原来他们的道场 都是挂了骨头 我一开始以为 假的 后来坐了半天 真的 都是真的是骨头 人家布施出来 为什么要修这个 修不尽管 我们这些男人好色 好色 然后就天天叫你看骨头 看骨头 看到 看骨头 修到一段时间以后 叫你看什么 魂牧去看那个 真的正在死掉 那个缅甸人跟泰国人 有个好处 就是说他们很尊敬出家人 所以这一句尸体 如果是年轻人 女生 特别是女生 可以捐给寺庙 捐给寺庙干嘛 看它腐烂的过程 而且要一个人看一句 哇哇还会冒泡 还会长虫 臭味 然后你去看 因为你喜欢哪一点 你就要看哪里 当然这样修 有一点好处 就是要有处理心 但是对各位不见得适合 也就是说 你要修这个 我师父告诉我 你一定要先升起大悲心 我今天修这个 是为了众生 也不是为了你自己 万一你修一个处理心 然后不想要成佛 只想要证阿罗汉 那就白修了 那意义就不大了 修这个是 原来所有男人 都有这个男女的欲望 所有女人 也有被抱的这种 执着身材 皮肤的欲望 你这样去看 看那个不清净 所以除了有处理心 又升起了对这个尸体的大悲心 以及这个尸体也代表所有 各位女生身上 有没有这个尸体 这叫臭皮郎 只是因为你现在还有意识存在 你意识分开了 它就地水火风就分解了 所以我们是带着一个臭皮郎 在走来走去 而且这个臭皮郎 天天都在变化 我是不是讲太多了 今天要超度 因为仁波切在超度 我就放心了 因为他们的禅定力量 因为他们上师有个特点 平常没什么事 但是一超度的时候 一送仪轨 他就变成佛 因为他们要必须这样观修 特别避过观出来的人 身体变佛 念的是佛的咒语言 心里发的是佛的心跟愿 这个叫三昧 然后这样在修 比我们 我们汉人也可以 只是有时候我们会分心 我们没有像他们 因为避过观的人 他们就很认真在念 所以当然我今天就 特别特别请我们仁波切 而且我知道他是一个死修者 来帮帮忙 因为我每次回台湾 都有一点生病 包括我们团圆有时候 有几个生病 为什么 听说我们这些喜欢跑虹目的 喜欢超度的 那些鬼都会跟着你 然后呢 自己一不小心就被卡住了 所以 我想最后一天 我要请仁波切 慈悲啊 来做超度 所以他们今天 超度什么 念想 八大祈愿 超度遗鬼 就请了八尊佛菩萨 当然包括普贤 很远品 以这个祈愿 也包括药师佛 祈愿 阿弥陀佛祈愿吧 那无论如何 就是祈愿 就是我们的信愿心 这些往生者 能够去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就 谢谢他们的慈悲 但是我也认为 这是我们的福报 过去在清朝的时候 就是皇帝才有这些上师修法 对不对 以前会觉得说 哎呀 这个佛教是有钱人的信仰 特别在这些修法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今天 有这个因缘 特别是我们 唯冥法师慈悲 刚刚我们有这些伴依来到这边 我们心智菩萨说 师父 这个地方好 下回来这边短期出家 嗯 OK 我刚刚跟任某切说 那个禅堂 任某切也没看过 我说我们中国寺庙都有大禅堂了 你不知道 那禅堂干嘛 在这边打坐 在这边睡觉 就不导单 对不对 哇 他说这很伟大 下回他也要来 我说好 任某切你在这边修法